老公 恭喜你升職 我给你买了礼物 很快就到家了 陆总 您当初不是因为 跟你爱人关系不好 所以才隐藏身份 如今为何用暗中收购 他所在的公司 扶持他升职吗 现在整个社会 拼爹又拼妈 跟老公关系再不好 为了孩子不被歧视 多少也得让他体面掉 怎么回事 陆总 好像是一个环卫工人 快下去看看 大姐你怎么回事 横穿马路不要命了 你们为什么不撞死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为什么 你不会试想碰词吧 我们这可都有行车记录仪 张静 别瞎说 来 大姐 咱们先来说 来 大姐 有什么想不开 也不能寻死呀 多想想你的家人 家人 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 又有谁会真的对你好 我心情呼呼 搭了几十年的千百的房子 却被我身为老公的亲人 写上了小三的名字 你说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至少你还有父母在家等你 而我的父母却早就不在了 和出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便嫁到这 如今 人在两宫 连我爸妈的养老前都大 你 你 你 我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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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错 错的是那些伤害你的人 姑娘 你是个好人 有钱有眼睫 如果我要是能像你一样的话 我爸妈也就放心 爸 啊 你们当初也不同意我家境否定 我是不是也选错了 来 这要是多啊啊 哦哦 大姐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开我的车 用我的身份回去 我让我助理跟着你 也好让你的父母放心 你说什么 当初我的父母也不同意我嫁给我老公 我想穿你的衣服回去 好好看看他们是否值得我全心全意的 姑娘 人心 最尽不住考验 人心里人气 给你 AK happen 手 快睡点 了 共荣 大霞姐 外面那么冷 安安小姐还没吃饭呢 姐 要不 还让安安进来吧 恶意不忧不会死 我当年供你读书的时候 不也是吃了上顿被下顿 是教训他一下 怎么现在有了媳妇女儿了 就忘了我这个姐姐的胡说了 教屁 要我说呀 你就直升职 赶紧把婚离了 请你折出尽门 那个卢萨 天天在外面不着家 你见过哪个女人像他一样的 大霞姐 我是最愿为恒格哥洗衣做饭的 不求你饭 那怎么行啊 楚楚 你可是我们老冯家的大恩人呢 当初要不是你抢救及时 我跟壮壮 早就见了阎王了 这么多年 他不在这当个保姆 我真是委屈你了 现在我们侯月马上到大公司的总监了 年薪几百万了 以后我们都能对着过好日子了 不说这些年车果衣食住行辛苦了 公司明会上 圣誓的消息 对给你 这个是什么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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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洪月你们为什么把安安关在门口 才不让他进来吃饭 是他自己投跑出去玩 我们还要求给他吃啊 嗯 是这样吗 嗯 不要查了 射这个 嗯 你爸 你跟妈妈说习惯 你 你看看你觉得这些天天不着家 我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原来就是个 秀业工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回来了 穿成这样怎么了 好臭啊 垃圾桶的味道 杜萨 你和我说出门打工就去搜大街 我少看见给我对面的事 不坏事 这块钱你不走 说话什么意思 你们一家人花我钱的时候 从不觉得丢人了 就你那大瓜俩嫂的 打开要饭的都不够 实话告诉我 我弟弟马上到大公司的总监了 分分钟想问快进账呢 你又扫厕所的 你得刷多少花筒才能教导 他能当上总监 还不是因为 因为什么 难道因为你跟秀丁工啊 好了 别说了先吃饭吧 来路饿了呢 妈妈你没事吧 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又脏又臭的 你上桌吃饭是想恶心死谁啊 放车 端个凳子 厨房出去 这是我家 你都能上桌吃饭 我凭什么不能上桌吃饭 你们跟姐比吗 我爸妈死得早 要不是我姐打工供我读书 咱们能过了现在的日子 王和月 你姐供你读书 我就没供你了 你别忘了 从你大学到研修生所有的费用 全部都是我家出的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架了 是 烟窝 我要去烟窝 哎呀好好好 家里这么多 你就买这么点烟窝 没点眼力劲 想起来多买点 这个烟窝是我外给安安不生气的 根本就不是给外人 撒撒 这是我姐 这是我外人 干嘛那么小气啊 不是 来儿子多喝点 东西 妈妈 把烟窝给弟弟吃吧 你是妈妈名义的宝贝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你弟弟的 妈妈下次回来再给你买烟窝 你看 你看 妈妈还给你带了礼物 喜欢吗 太太 你真厉害 当清洁工还能给女儿买金子了 这里有你一个保姆说话的份吗 好啊 路撒 你居然付我弟弟的钱 给这个培箱货买金子 霍了天啊你 你乱说什么呀 这是我妈妈买的 你自己的钱 你一个清洁工能买得起这么大的金子 你让老爷好骗啊 我玩几 你别生气 说不定太太还有其他赚钱门带 其他门带 哎呦 好你个不要脸的娼妇 穿这个保洁服还化妆 丧里丧气的给谁看呢 就算天天在外面不招家 原来在外面呸叶大人呢 还有这个小野主 也是你跟外面的男生的吧 就是说呢 安安小姐长得只像妈妈 不像大傻 你不是说八道小的 何月 安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还挺比谁都情 既然 仨子 她不是不至于那种事 哎呦 你看这么大的金子 他有什么在外面陪眼台人 哪能买得起啊 我的真的假的 反正都要离婚了 要死了这么熟 这和你这个离婚来亲生之后 你这大金盒可不能便宜了 你也走啊 我姐帮我养大了 你不容易 这个索 就能给撞着的不上吧 这就对了 这死爷们骗了 天生品 清贱 还这么贵的这种东西 你也怕捞 我买给我女儿了 凭什么要给责任呀 是小叫 你自己去买呀 这个继续 是我开过光的 你也怕把他喝死 啊 你居然敢救我儿子 黄红月 明天敢对我大呼笑叫的 明天就能骑到你侯俩发眼 一定我提你 管家管家看见人 凤和月 你姐这样你到底还管不管了 路四 我爹妈走得早 是我姐还是入库把我养大的 你就不能包容一下吗 再说 你姐她也就是做做样子 打的能有多重 哦 凤和月 原来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这么照顾安安的 你以前回家 就知道了 二 妈妈带你回房间 怎么了 我妈说了 你睡觉在那 你说什么 哎哎哎哎 ��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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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哒 哎哎哎哎呀哎哎哎不是哎哎哎哎 你 你 路撒你放開你 你要叫我走啊 我當初就是看你們官 管不可憐我才收留了你 沒想到你這麼對啊 坎坤 否則我就過去了 坎坤 你這也太過分了吧 你 路撒 他弄到什麼時候 風風月到底誰是你老婆呀 他們這樣對啊你是不是看不見啊你 都是親戚 小孩子搭搭搭搭 哪有你說的名字 是這樣吧 安安這晚的和我們住宿吧 我不喜歡家裡有外人 無定就送他們走 好好好 疼嗎 媽媽 為什麼大姑 我都不喜歡 是安安說的不對嗎 我都不喜歡 安安沒錯 媽媽以後永遠愛安安的 安安先休息 媽媽去換件衣服來給你 這身親戚的衣服 應該真是給我喝到雙門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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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方恒月 你出轨了 韩月哥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路撒离婚 他的肚子不争气 只给你生的女儿 而我 他没有生的孩子 方恒月 你还真是饿 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跟保姆偷情 放心吧 你出去的 只是为了这套房子 他只是有情节 购买爱贝的账务 这公司生日相惜一宫 马上就开始 韩月哥 那你得让他寄身出货 这套房子可是学区房 有钱都买不到的 还要留着 给咱们儿子的季度呢 路撒尺给我生了个女儿 我什么都不得了 王恒月 王恒月 你们一家人还真把我帮转世子里了 老公 你在里面吗 怎么了 咋咋 我房间里面的手势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谁拿的 你应该是我姐姐用了一下 我马上帮你找 那我回房间等你 那些手势都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别掉了 好 韩月哥 这些你们离婚的时候 别让他拿走 我很喜欢 小凡娜 等我升职了 既然你能够人 就别怪我回忆 我恒月 你的好日子该到吗 正前通知我们收购的那家公司 这次年会 我们亲自到这 韩岳哥 听说董事长今次去年会宣布你甚至的消息 这地方感谢四方神明 感谢爹妈在天县灵 给我带来一个温曲心下凡的弟弟 给这家带来了多天都富贵呀 你怎么起这么晚 早饭也不知道要做 就是这么当气的 他出闹干什么当门上呢 今天我弟弟开年会 董事长清零现场 你赶紧去把西装运好伺候我弟弟穿上 方航月我不是你的宝 你要是想找人伺候 这不是有个现场的吗 是太太 路撒 大早就跟你对人处处发什么脾气 宝母不做这些事 那做什么 陪床吗 就算是宝 你不是说今天要把他们送走 你不是说今天要把他们送走 我跟楚楚留下来 自然是为了陪恒月就参加年会呀 我是他老婆 我怎么都不知道 这世界上还有宝母代替女主任参加宴会的道理 我弟弟可是总监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 还要带你个清洁工当女伴不成啊 我是清洁工 他还是管我 怎么 他的身份比我高贵 我可不是随便给你当公主 陆萨 你别自讨陪去了 那就颜值这一块 我跟竹竹可甩你几条街呀 这么隆重的场合 当然是我俩去了 哎你笑什么笑我告诉你 别痴心妄想了 什么身份 干什么事去 你就带着这个小贱蹄子 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了 照顾好我家壮壮和豆豆 在煮一锅饮酒汤 等我弟弟晚上应传回来 给他擦擦身体好好伺候他 啊 对了太太 听说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穿着禁酒服是名牌高定 借我穿衣服 哎呦你问他干什么呀 你今天代表的客 是我弟弟的脸面 我敢不懂 萨萨 一件衣服而已 别那么小气 借出去穿一天 你就这么喜欢捡别人用过的东西 行 一个我不要的二十号而已 你要是喜欢 我就想你 谢谢太太 我叫转车快到了 再把银换上 走 经理四号走街夫人的位置 叫做 姐 哎呀 哎呀 真美啊 啊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我的 skeleton 路总 皇后要生子的事情 已经安排好了 你要的离婚协议 已经拟好了 他 哦 是先来买的 劳斯莱斯 要上千万呢 我们小区什么时候来的辆这么贵的车 哎呀 要来老命了 这么贵呢 都升职了 咱们也提一辆 哎呀 弟弟啊 这地方可真气派啊 你承受这装饰会是亲自做的吧 姐 别乱摸摸 注意点形象 怕什么 你可是总监 有谁敢说总监姐姐的不是啊 幸亏没让卢萨那个一身厕所 做过的亲截工跟过来那才丢人呢 叔叔 待会儿进去 你就说你是我的干妹妹知道吗 姐 走吧 路总 要不要我 不用 请让他们得意 往的越高 摔的越紧 好东西啊 拿过去给我宝贝儿子吃 害什么看啊 我弟弟可是公司总监 以后整个公司都归他管 这一刻把他把你们都开了 彭总监 恭喜恭喜 您一朝逾越龙门以后可不能忘了提携我们 怎么不见嫂子来 嫂子今天身体不舒服 是恒月哥的干妹妹 嫂子让我替他来给恒月哥当女孩 我现在不舒服啊 我本人怎么都不知道啊 你个小贱贱 你怎么看 说的恒月哥 我照顾的生殖年会 他一个保姆都能来 我这个原配妻子还来不了了 保姆 不是说他妹妹吗 我本人今天玩的可真滑呀 快走走走 凤子的家事咱们不要多管 你个贱骨头 我不是让你待在家里吗 你跑来干嘛 赶紧给我逛回去 你少子的丢人现眼 我是冯恒月的老婆 照顾生殖总监 我作为原配妻子 当然要和他一起 好大的口气啊 今天在场的人 可都是非富即贵 你一个清洁工 要身份没身份 要地位没地位 你好意思站着吗你啊 大姐 论身份地位 我比你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有资格站在这 没问题 这些年我在外面打拼养货 你们一家人 没有功劳优 这夜回我几个就过不 是啊冯总监还是小职员的时候 全看陆小姐在外打工养大 冯总监能升职 陆小姐也有功劳 没错 你们这些给我拿号 多改闲事了 信胡让我弟弟 把你们都开了 就算你把我开了 我也要说 陆小姐毕竟是你弟媳妇 你怎么这么对她 之前是 过了今晚 是说一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了 年红马上开始了 因为这不过是在这吵吵闹闹成什么样子 你也过来吧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欢迎大家来到 丰腾集团年会现场 在本次年会开始之前 我们将宣布一下 由董事长亲自下达的人事任命 恭喜冯恒岳先生 更是说明为校务总监 冯总监 咱们集团好几千人 董事长却只亲自提拔了你 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呀 实不相瞒 我们没有有亲切 除了要感谢从小华 我不想和大家的亲切以外 确实 再感谢 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懂我 是最支持我 温柔可言 善解人意 可以说 没有他就没有亲切的我 陆小姐 这是在说你吧 如今我功成名就 也终于可以给他一个总监 夫人的名 陆小姐 快去啊 到台上去 他就是 姐 说愁愁 你能不能给我 啊 姐 快把东西 至于你 沙 私生活不前夜 明明有家事 却还在外面勾三杂四 一期退位 我冯恒岳就要跟你一宫 冯恒岳 我就算是养一条狗 他都知道赶了你 这么多年来 我为你和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你一招独视就要跟我离婚 简直就是畜生了 婚姻本来就讲这个门道不对 你还是赶紧把鞋也签了 蔡太 你还不明白吗 不配爱的还是小三 要怪 就怪你年老色衰还生不出耳术 不劝你主动把位置腾出来 也给死了个体 我们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小三杂的插嘴 冯恒岳 我还真是被猪幽 不顾我爸妈反对一定要嫁给你 这么多年来 我真是一颗真心 自我可以借 但孩子要归我 求师傅得 冯恒岳 你最好别后悔 我如今是上流生的 你这种清洁工生的孩子 只会淀污我的记忆 我有什么可能 你婚内出轨最先 理应计身处 离婚协议要按我这份来 真是个贪心的女人 恒岳哥 你现在要是不跟她离 她以后会分你更多的财产 初初说的对 可不能让这个贱人占了便宜 那套学区法 我理应占一半 现在你已经占便宜了 你以后最好不要脸纠缠 这话留给你自己吧 可终于把这两个通油品给甩掉了 从今往后 这想不尽的荣华 富贵都是我们老朋友家的了 抱歉大家 处理了些家事 让大家见笑 年会继续吧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董事长 亲自为冯总监签署任职书 难道收购我们公司的那位神秘董事长 已经到现场了 董事长怎么就偏偏选择这种城市美 董事长能亲自来 当然是因为我弟弟有本事 这怎么停下了 你现在这样干嘛 他一个下堂夫 还能是董事长不成 路董 您看这任职书还要分校吗 董事长 路董 您看这任职书还要生效吗 路董 你是不是叫做人了 好你个小仓夫 我弟的任职书也是你能拿的 哎 黄昊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是谁收购了你们公司 是谁亲手提拔了你当董事长 今天我就让你见见着 你说见就见 难不成那人是你啊 如你所见 谁就是 冯总监的太太就是那位收购我们公司的大老板 这下又好戏看了 你看刚刚冯总监都要下跪了 这吃晚饭的骨骑就是软 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靠老婆上位还敢出轨 真是吓死了 我用男的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想说什么呢 路撒就是个扫厕所的清洁工 你们可别舔错人了 陈月哥 陆萨昨天穿的清洁工衣服回来的 你们都是看到的 是 陈萨他学生的清洁工 陈萨 知道 你一时接受不了我跟你离婚的大截 可你也不能在这胡言乱语 还随便找个胡言陪你演戏吧 没错 你一个扫厕所的都能当董事长 那老娘有劲都跑不掉呀 滚水 知道 你想要这个 陈萨你疯了还给你 你居然敢毁了我弟弟的前程 我就是你 我告诉你 我不仅要毁了你弟弟的前程 我还要断了你弟弟的后路 去把这个公司负责人假公叫过来 通知他 冯河岳升职取消 开除职位 全行业封杀 河岳哥 他肯定是去见董事长了 这个女人在年会上口出狂言 要是被真正的董事长知道了 上面迁怒于你怎么办 萨萨 我劝你现在赶紧走吧 等会儿董事长来了 我也保不住你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 毕业 我早就告诉过你 这女人只有挨勒打才能老实 你现在无法无天的 你不打他 留着过年了 是啊河岳哥 我们得跟董事长表明态度 跟这个疯女人划进界限 嫂子 今天实在太过 怎么 你还想打我呀 冯河岳你不想活了 还敢对路动不静 你这回起来 这男人管交媳妇 这把老子来了也管不着 你这个小白脸这么护着他 就是你在外面勾达的野男人吧 你狠狠地给我打 打死这段天不也不 老子 这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的 你个贱人 你敢当我弟弟 我打死你 哎呀 你这种不笑的东西 你连我都敢打 我跟你弟弟已经离婚了 你在我面前还买什么 这一把 是我替我女儿送的 路撒 再怎么说 惨下点也是你的长辈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不是一个你不敢 我不打你 真有心 老月哥 你看他 反了天了 反了天了 没有天理了呀 我弟媳妇 在外面勾的男人 我这个张大姐的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大人了 大人还冰冰里呀 冰冰这个女人不受不当出费再见 他还冒充董事长啊 我就是求训他一家 他要我说说 我哪点说错了 可是我们对面见过董事长的样子 怎么就能断言 魏小姐是在冒充呢 从古至今 都是男人掌权 就没有听说过女人还能当官的 就算有 也不是你这种不守辅导的人 是啊 我也不相信 我们董事长会是出轨的女人 侯月 快叫马鞍 马上丢出去 你不能这样对他呀 他可是董事长 我事到如今了还咱最硬呢 你为了呀 换了声音 就算你便换我 来来来来 被我挂了 你看我敢不敢 你们在干什么 蒋总 您怎么来了 蒋总 蒋总 你就是行业的领导吧 领导 你来得正好啊 哪有个人在冒充董事长 我是在帮你教训他呢 你再给董事长做什么 给我放开 这真的是董事长 您搞错了吧 他就是这个双巴桶的签接工 怎么可能会是董事长啊 混蛋 公司收购我先议 是我亲自给陆董事长的 我还在这儿弄吗 你竟然真的是董事长 天呐 我总监一家刚刚那么对董事长 岂不是 真的吗 我刚刚已经说过 你的公司是我收购 你的升职也是我亲自认命的 哎呀 弟媳妇啊 你有这么大的权势 怎么不早给姐说呀 老孟儿 别叫我这么亲 我嫌恶心 方黄月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但现在我要全部收回 因为你 你这么有钱 我身上造电告诉我 不是 别碰我方黄月 我嫌脏 你姐虐待恩恩的时候 污蔑我的时候 你是个什么态度 还有 你和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情 谋算我财产的时候 你也不是这副嘴脸 偷情 没想到冯总监竟然玩得这么花 离得好 这种婚内输鬼的臭男人 近身疏忽都是便宜他了 我跟他就只是我 我真正爱的只有你 蔡小姐和月哥 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给门毙了 他那么有钱 却骗你们签下离婚协议 这些财产可都是夫妻购同财产啊 什么离婚协议 不做数的 快点拿出来销毁啊 啊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造型遗婚呢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我告诉你 你就算再有钱又怎么样 你嫁进了我们家 你所有的东西 都由我弟弟一份 小独村 没玩意 你我看啊 这个董事长的位置 就应该让和月哥来坐 没错 你买公司的钱 也是货内财产 不算 你现在就把公司交给我弟弟 不则 我得去告你 我凭什么要把公司交给你弟弟 凭你们这些比城墙还厚的脸皮吗 把这群闹售的人都给我扔 我是你长辈 谁敢逗我我就我谁 我们真是有感情的 你想安安没有爸爸吗 想让他被人指指点点吗 安安就是有你这种畜生不如的爸爸才会被人指指点点 你们全家人这么对我和安 我恨不得你们所有人都下地狱 把这群人都给我赶出去 快点走 哦三三我不会放弃的三三我等你回信准 三三 你这群还牵刀的 敢这么对我我可是你们董事长的大副 少给自己脸还贴近了 我亲眼看到路董签了离婚协议就是吃软饭 还能住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种表脸 哎你们这群看门狗我死了你们的嘴 别跟他没办件 你过去请了看门狗吧 多晚会的三三有的质吧 我知道 恒月哥现在可怎么办啊 你不仅没升职还精神出户了 以后咱们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可不能让孩子吃苦啊 啊恒月哥你要不去劝劝太太 我可以不要迷惑的 咱们还像以前一样 你每个人一给我请就好了 是啊爹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啊 床头吵架床尾河 女人嘛 恐怖好 你睡不好啊 可是萨萨先生都不愿意见我 他不愿意见你你就去找他嘛 这女人最看重的 除了老公 不就是孩子吗 姐给你治个招 姐给你治个招 妈妈 今天上学开心吗 开心 你爸爸 爸爸他 记住爸爸没来 啊 爸爸 爸爸不仅来了 还给妈妈带了花呢 看着夫妻俩感情真好 真让人羡慕啊 嗯 萨萨 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你当然不见晓床过 没了 妈妈 你有为爸爸吵架了 没有 萨萨 难道你想让安安伤心 让他以后在老师合同区面前 都抬不起来头吗 郑琴 你先把安安抱到车上 是 哎 慢慢跟我来 你跟我来 冯昊月 当着安安的面说这些 什么意思 不是安安的爸爸 想跟他说几句话都不行吗 我们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离婚 安安归我 你是签了嫌疑的 夫妻之间 男老哥 可业之 再说 离了过我们还可以复婚啊 冯昊月 你脸呢 萨萨 我知道 你不就是吃我跟那个楚楚的醋吗 我跟你发誓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让他出现在你面前了 行吗 我承认 我之前是鬼迷心窍想要个儿子 但我现在想通了 我以后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姐也说了 把壮壮过去给咱们 让壮壮给咱们养老 你还想让我帮你姐养孩子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总要有人传宗接代嘛 再说了 梧桐当妈还不好吗 冯昊月 你要是脑子有病 你就去医院 别在我这儿老心 萨萨 你到底还要闹多久 我都已经放下身材来哄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要让你们全家都要多远过多远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和安安面前 行 你是铁的新鸯鬼离婚是吧 赖你公司的股份 我姐想要住秘书 再给她买套将军秘书 你孝顺 这已经是最基本的条件 冯昊月 你跟你姐不愧是亲姐弟 两个人都一样的不要脸 你姐想住别墅 让你姐自己去买啊 我陆萨凭什么给她买 凭什么 就凭我们本来可以过复归日子 你隐瞒了我们这么多年 让我们住在那个小破房子里 给她补书不应该吗 对 你倒是提醒我 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我也要收 我告诉你 你们一家人休想 从我这拿走是一分歧 我姐说的对 我们是夫妻 收开昨天夫妻间该做的事 你这什么孩子 我不信你还没得开 方元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 哪里是干的不及之间 可以干的事了 你全都想要 有无耻 跟你三个人 别乱听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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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我生孩子吧 啊 告诉你 你做梦 你怎么下了我的手段 你是不是个男人了 你对你弄不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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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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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贼太大了吗 看他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是这种人 不是的 是他们小儿家要残暴我 他们是人贩子 这是我自己的手机 我是在报警 小天蹄子 居然还敢报警 看我不打你 不是 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你说他偷了你手机 他说你们是个人贩子 你跟我回家 这是我弟媳妇 平时手脚不干净 老妈 偷家砸架的东西 大家别听那么胡说 他们真是想绑架我 我求求你了 快帮我报警吧 大家看 我手机壁纸 就是我老婆的照片 他人在跟我闹脾气呢 还真是 不好意思了大家 不及间闹矛盾 给大家听闹短了 妹子 有啥话好我说嘛 对不对 带长给我赶紧去医院吧 我看这 窥图的粉针呢 是啊 有吗 我去医院了 我不是他老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对 我有离婚协议 光红月 你拿走了我都离婚协议 老婆 你有份 我们什么时候离过婚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老婆 小时候生不病 事有点问题 帅哥你可得给你老婆看好了 算这种精神问题的人放出来上了别人可怎么办 兄弟快带你老婆回去吧 以后别让他随便跑出来了 不是的 我不是神经病 我们真的已经离婚了 都能帮你找我 快帮我回家吧 哎就是就是弟媳妇 快针姐回去吃药啊 哎放开我 你放开我 大哥我 等等等等 哎 他真的是你老公吗 当然了 确实是我老婆 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杀幼儿人了 不好意思啊 我对不起 刚才就干啥太真假了 哎他就是疯病犯了 你跟我回去 你回回回 快 快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求求你快帮我帮帮你 啊啊你还真是你病啊 我跟你们说 你们都给我在等着都别走 现在你打电话报警 你们谁帮我打一下腰腰里面啊 我帮你打 哎不能放听 哎不能放听 你们看他不敢报警 只有犯了事的人才怕警察 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 他们这么不想起来来 那能真的是人贩子吗 是啊 现在这么一看 这姑娘也不像装的 可他们都有孩子了 现在是脏筋病狂 不是卖媳妇的多着呢 哎呦 你们怎么能相信 你的精神病的话呢 哎 我们也是害怕警察来了 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啊 是啊 再怎么说 我也不能让我老婆 到那种地方去受罪啊 不好意思大哥 你的手机 我替我老婆赔给你了 大家都散了吧 好了好了 散了散了啊 散了散了 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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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只要是帮我报警 我给谁百万筹息 你犯一周了吧你 你要是总裁 那我就把我娘娘哎呀 他这自从犯疯病啊 就整天妄想自己是总裁 让大家看笑话了啊 看笑话 看他看起来不像说谎啊 朋友 我们的家事 你自己还是不用 报家警 也是没法 傻 我也是 不是 是 哎 都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吧啊 都回报 都回报 别走啊 哎 哎 嗯 嗯 哦 你 打死你 哦 打死你啊 想跑 我回去 我打过你的 你是我拿 这杯都不要出门 姐 别跟他变化了 没上车 快走 快走 方元 你不就想要钱吗 你放了我 我给你钱 现在知道拿钱打发人了 晚了 别 等我把他关起来 你直接接受他的公司 咱们要多少钱 又多少钱 哈哈 太早 听话 你手受点苦啊 上车 快上车 快上车 走 走 妈妈 路总 你不要吃什么 啊 别过来啊 同意 不要逃 相前走 抓回去 坚持才能听话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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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中心 啊 啊 小小小快點 你沒事吧 沒事吧 小小快點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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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哎呀我的孩子小小小 小小 怎麼辦啊小救護車小小 怎麼樣 檢查結果出來了 沒什麼大礙主要是皮外傷 還好那個小朋友等了一下 還應該傷的不清 馮家人也是自作自受 輕一點 你這傷比他嚴重多了 先去隔壁上藥吧 安安乖 現在這兒等一下媽媽啊 麻煩你幫我先照顧一下我女兒 抓抓抓 抓抓你可不能有事啊 抓抓你怎麼還有不少說的呢 抓抓 家屬前來未未到 哈哈哈哈 這錢活住出怎麼回事 他怎麼都受不了一個人在外邊的 路撒你個賤人 死了流生我一瓶 不會讓他滾走看 醫生我兒到底怎麼樣了 你們查醫家屬 正好 醫師說配行嗎 配行什麼配行 醫生我兒子到底怎麼了 孩子車禍骨折的問題不大 但是被確診白血病 孩子好多人怎麼會做白血病呢 你們以為是不是想騙錢啊 沒錯 總總正我見面怎麼看做白血病 一定是你們想要裝的心情 你騙我的 我理解你們的心情 在這裡是醫院 你們怎麼能污衍人呢 你還想聽主菜 想救 再用自己的行程 那又怎麼這麼著 放棄啊 這麼著可是你的親愛 是和他們老婆家唯一的獨苗 一定要救他 先去做配行嗎 啊實在不行啊 我三個人有的事情 你們都沒配信職嗎 哎呀我的兒啊 孩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嗎 或者他有血緣關係的表情 都有可能配信職嗎 還有我啊 你狀況都是老風家的種 五歲一定能配上 心下坦誓 啊你畢竟還找這麼做不合適吧 再說 你三小知道不得跟我拼命嗎 快點 你這麼說你用良識沒有啊 你忘了 竟然是這麼辛苦把你拉扯大了 為了孤女讀書 我哥主導哥的兩手都是血泡啊 小小姐我也沒說比不久 可是什麼可是 現在請求方案過來做配行 我自全破碎 但是他都不可以 走我們現在就去找媽媽 站住 走我們現在就去找媽媽 麻煩我來接你的 給我走 不要不要 爸爸救我 不是你這人怎麼能搶孩子呢 我是他大夫啊 這是我親侄的 我兒子點太久無髓呢 少管閒事 不行 這孩子媽媽來這下 你絕對不能帶走他 老娘家事你也要管 他今天必須得跟我走 走 不行 這可是醫院 你怎麼能搶孩子呢 挑你的東西 耽誤了我兒子救命 你要去看見面賓 走 給我看見面賓 那是你親表弟你不能這麼自私 走 你怎麼了 我女兒呢 剛女兒的人說是孩子的大姑 要讓孩子給他表弟捐骨髓 直接就把孩子拉走了 你這群天不去 你不去我兒子病死來救 醫生就抽他的骨髓 只要能救我兒子 全都行 這孩子什麼人 骨髓配型需要孩子父母同意才行 我是孩子父親 從一孩子背影 好 那我們需要先抽血做檢查 再數請問你 安安呢 你們把安安帶到哪了 我告訴你們 你們要是敢動安安一根手車 要你們的命 黃河月 安安到底在哪兒啊 已經結束出世了 黃河月 安安可是你的親女兒呀 黃河月 安安可是你的親女兒呀 壯者也是我親外甥 我怎麼不能見死不救吧 我就是血量骨髓怎麼這麼小氣啊 今天這骨髓 可不可以決定決 有聲 小群畜生 黎總 楊姐 快 黃河月 讓警察來 姐姐捐骨髓救弟弟 幫他們頂啊 太平安警察來了也管不著 哎呀大家平平理呀 都是用血緣關係的兄妹呀 弟弟躺在床上生死未撲 你跟姐姐的見死如玉 那是信任嗎 以前啊 只聽說我當爸做男親女 這是第一次遇見重女親男的 不管怎麼樣 偏重一個就是不對 如果做不到公平就不要小二胎 你們不要道聽徒書 我們陸總始終只有一個孩子 另外一個 我是這個出櫃男的外甥罷了 什麼 不是親身的 原來是外甥 這都擱了幾層親了 外面這鬼女說什麼也不願意 管你們屁事啊 推 而且 這人婚內出櫃 我們陸董早就跟他離婚了 這兩位 充其量只能算是前夫婚和前姑子 自己出櫃還逼著親生女兒 給姐姐的兒子捐骨髓 這也太缺德了吧 哎 你個大肚活多什麼腿啊 神怎麼血 你是不懂法法 想讓人家女兒捐骨髓 得人家親生母親簽字才行 什麼 姐乾淨也只是趙姐 不管怎麼說 仲仲也是咱們的親外上 你不會嫌死自救的對吧 少在這跟我還關係 我沒有你這樣子的姐 安也從來沒有你這麼冷血的父親 哎路歎啊 那可是一條活生生的忍兵啊 你不問他見死不救 那是你的兒子 你是不是讓我女兒來救 傻傻呀 你不能這麼鐵石心長啊 這麼多年你在外面打拼 不都是我替你照顧安安的 我也說他半額母親 那次我就做不了他的主了 哎呀 你說的照顧 就是在我不在的時候 不讓安安進門吃飯 揍了你的兒子欺負我的女兒 還讓安安睡狗窩 風采下 我這輩子做的最後回的決定 就是收留你的臉子 讓安安白身這麼多 真沒想到其他人居然是這種人 我這輩子最恨女兒孩子的人了 當我罵的不記得 終於全報應的孩子身上 為什麼死後 你還提這些雞毛蒜米的小事幹嘛 雞毛蒜皮 你們都逼著安安進去捐骨髓 還叫雞毛蒜皮 風衡月 是不是得要安安死了 才算是大事啊 捐點骨髓又怎麼會死呢 壯壯都患白血病進ICU了 現在真正有危險的是他 這麼容易 你就不能可憐可憐他嗎 風衡月 這都是你們自找的 你讓我可憐可憐你的外甥 誰以後來可憐可憐我的安安 閨姐別跟他廢話了 趕緊讓你整個孩子抱回來吧 哎不行 這可是我們老公家唯一的銷貨 老祖祖祖說了 女人有七出之罪 這生不出兒子給夫家留個後 那就是退殿住的罪 你求求壯壯以後我讓他任你當的啊 大清早亡了 少得人拿這種封建教條來綁架 我有自己的孩子 你的兒子 流至繼承你們家皇位去 上 哎 哎呀 你要是想過去 就從我的心裡從咱過去 你以為我不敢嗎 chan 爸爸你不能這麼狠心啊 姐給你跪下來你就救救轉轉吧啊 過來 姐夫跪下你還不檢ön的話 那我給你磕頭 b 磕頭行了吧 蛤 那你磕 三步一磕頭 我這磕到門口 黎萨 你還真讓我姐給你磕頭啊 姐姐姐 你這麼大你樂道也心不膽 我告訴你皇comb 哪怕就是你姐喝到口口水 我也不可能可以按一句 长年维母可不是这么用的 我看他呀 那叫维老不顺 道德绑架 对姑娘我们支持你 这世界上不是谁才是有理 要是我老的也这么狠狠 你买块豆腐我自己撞死 这一样子不是人 他要是敢对你动手 我们给你唱腰 谢谢大家 爸爸不要啊 你不要爸爸 安安提号 只是会点点骨髓不疼的 放个月 放个月 胡毒都还不是子 你真是畜生不出 医生我是安安的母亲 我不同意他决心骨髓 不行 我是他父亲 我同意决 你们先等等 谁是李正老的家属 是我是我 医生怎么样 是不是配情成功了 什么时候出骨髓救我儿子 我说了 我不同意他捐献骨髓 由不得你捐不捐 我告诉你 今天不仅一女儿要捐骨髓 我儿子后续的治疗费用 你也得出钱 凭什么 别忘了 离婚协议早就已经被撕了 你现在跟我弟弟还在一个户口本上 你的钱就是我弟弟的钱 就是我们封家的钱 行了 这里是医院超市万 啊 是是医生 那什么时候安排骨髓移植 啊 这俩孩子根本都没有血液关系 怎么可能预期那么好配音成功 这俩孩子根本就没有血液关系 怎么可能预期那么好就能配音成功 是不是搞错了 他们两个是表姐弟很亲啊 完安和李状态确实没有血液 怎么可能 你们是不是被这个奸人给买通了 你不能想让院子去捐骨髓 也不让我弄死你们医院 你什么时候妈妈啊 我没有你的血液样本 或者别人人认 你和李状态确实没有血液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怎么了学姐 状态不是你的孩子 这不是我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 状态可是我 男产大出现 拼了老鸣生出来的 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 那可是你姐夫的遗父 是我们爱情的姐姐啊 你也觉得状态不是我亲生的 姐 你五十岁才怀上孩子 当时医生说 陪她很难送付 简易流产 可她飞不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生下来的 明明是个活泽 你猪猪精神 不我亲生的 不嫌疑问他 我叔叔呢 他在哪儿去了 他怎么可以恋一遍 叔叔你上哪儿去了你 让你接受楼宝宣 你怎么看的孩子 这小野种子长生了 撞撞 先去那边玩会好不好 安一会过来接你好不好 我要吃口桌 你又来干什么啊 最近手头姐 再拿个万八千的 还要我 我哪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不会去找姓黄的 那两口子 老子的 叫他那么多 是白叫的 陶恒月跟他老婆离婚了 现在比我还穷 现在不想听 要是没有钱 看见那个小姓妹 我弄死他 还是人吗 那也是你的孩子呀 我遇到了点事 这不是听说撞撞少爷出事 我立马赶过来了 这怎么还没事吧 苏苏 这医生说撞撞不是我亲生的 你和大家说说 撞撞是我亲生的对不对 这是发生的什么 我我们得了白痴病 而且跟我们所有人都配不上次 什么 苏苏 你快跟大家说说呀 不是你给我撞撞 亲生的吗 医生 快带我给孩子去做配信 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你说什么 医生 快带我给孩子去做配信 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你说什么 这人就跟我说清楚 这什么意思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一会给你赔罪好不好 医生 快带我去给孩子做配信 孩子的病要紧啊 跟我走吧 是 当时 在下姐生下的是个死胎 我刚好也生了个男孩 孩子的父亲是个烂毒鬼 我就把他们调换了 其实 其实庄庄是我的孩子 而我的儿啊 你就是拿着我的钱去养那个野种的爹 对不起 我 我 我 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他会打死我 我敢言川普 那我当天 原来是给别人养了这么久的儿子 这不真养的 还为了别人的儿子 让手自己女儿的补行呢 可能啊他还很小 分离这个小三 还跟他老婆离婚呢 人在做天在看 你们亏心事做多了 果然遭报应了 怎么会这样啊 都是我的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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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庄庄叫了你那么多年的妈 你就把他当成其身儿子吧 是吧 姐 姐 都这个时候你还落井下石 你有没有点人性啊 对 你倒是提醒我 这么精彩的新闻 我应该找几个记者来采访你一下 你 这次的医疗费用是二十三万发 你这也讲大费用 二十四万 是的 你们没有给孩子买保险 孩子的母亲也没有工作 这笔费用你们得自己 这几十年自以后 我们没钱 蔡佳姐 常常可是在你的户口上呢 在法律上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 你可不能不管 你这个贱人 我连我自己牺牲儿的最后一遍 都没有见到你 尽量还让我救你儿子 这关系就那么重要吗 你要来站上那么多年 那就一点爱都没有吗 我爱个屁 韩月哥 求求你 求求你 找找吧 蔡佳姐年纪大了 根本生不了了 本家那么缺儿子 我可以给你带生个儿子 你 姐 不 别人有中风的风险 别赶快急救 你 她结束我疯了需要一大笔钱 那个你 撞不住了利药费 欠人们一脚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件事我做了 我是被郭主主那个贱人给蒙骗了 谁先把我们交交了好不好 现在知道 晚了 方恒月 你是哪个脸还问我要钱 面 冯先生还是先担心你自己 我们路董已经请了最好的人士 下满杯子这个连吃老饭 你要够我 萨萨 我做错了什么 虐待儿童强奸妇女当街保驾 妆装剑剑 每件都够你们进去带好几十年了 离婚鞋一起被我撕了 鲁杀 我们现在还是夫妻 我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 忘了告诉你 你上次撕的呀是福音键 人信奉 还不晚了 看来你还没认识到 气得好管不住下班生的男人活该 陈肉压是吧 请问我们走一趟 他跟你学习好不好 安安安安笑 安安不能没有爸爸 你也在安安 亦安娟毁士的时候 怎么不学习安安安笑 啊啊 原来爸爸好不好 我们有一个 警官 麻烦带走他 我在也不上做 你不上来给我等一下 等我出来我不会报过你呢 那你就 永远夜出来了 老黄月 我花你那么点钱你就抱紧 你还睡个男人吗 我就说你个贱人 我睡点 阿兰 以后有妈妈在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陆小姐 这里可是全市最好的学区房 你确定要卖掉吗 卖了吧 这套房子已经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 好的 我已经联系好了买家 买家当会就到 妈妈 我们不住这儿了吗 妈妈给安安买了一套大房子 安安愿不愿意陪妈妈一起到大房子里面去住啊 只要跟着妈妈安安去哪都可以 安真乖 妈妈 这个房价可好了 等我把它买下来呀 他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走 走 是你 是你买下了这套房子 是啊陆小姐 这还要多感谢你 当时把公司的房屋团队借给我 我才能跟我前夫打赢官司 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 你就是那位陆小姐 谢谢你 要不是你救了我女儿 我们老两口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陆小姐 那这么善良的人 那和那女儿以后都会有福报的 过陆小姐 您卖这房子是因为 是 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年给我说过 人心是最禁不住考验的 我还要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啊 我还不知道被骗多久 幸好 我们都挣脱了泥潭 是 世界很大 未来也很大 未来的路啊 还长着呢 不过